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继军对父亲的最初了解是通过母亲唐群 这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已经104岁了 这个就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合影拍摄于1944年3月 胡继军把这些照片视为珍宝 看着照片想象父亲的表情 动作 生意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 胡文杰与大儿子拍完这张照片后 就告别了怀孕的妻子奔赴前线 几十年来 每年的清明时刻 胡继军都会前往父亲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寻房 他想了解父亲更加接近父亲 到达前线后 胡文杰给妻子写过一封家信 这也是他最后一封信 唐渠同志 分开后已快两星期了 您身体近来好否 我有一条旧游布现带给您 恐怕您生小孩子要用 您接信后 身体如何 忘写信口我 审念 他想念着即将分娩的妻子 惦记着尚未出生的孩子 但是在他肩上 有更重要的责任 我最感动的 还是我父亲后面的这句话 为革命流血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尽忠 是光荣的 他做好了这种 为人民解放 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啊 牺牲啊 这种准备 写完信后的第三天 渡江战役打响 随着暗清杭州相继解放 我军冰封直直上海 是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上海战役打响 上海市宝山区岳浦镇 胡继军每次到上海 这里都是第一站 七十五年前 父亲胡文杰在这里 留进了最后一滴血 岳浦呢靠长江 面对无松口 是连接着上海的北大门 是进攻和保卫上海的 重要据点 可以说谁控制了岳浦 谁就可以控制 通往上海的 咽喉要道 这是上海战役中 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十九军 八十七师 二五九团团长的胡文杰 率领两个营 在岳浦北偏西的阵地熬战 5月十五日浮响 一举将国民党守军 驱逐出岳浦 但随即遭到敌军炮火 疯狂反扑 敌军出动空军实施轰炸 整个战场炮弹清醒 为了避免更多的伤亡 胡文杰团长在前线 设置临时指挥所 重新进行作战部署 此时 敌人的一颗炮弹 击中指挥所 胡文杰不幸身中七块弹片 壮烈牺牲 年仅三十三岁 他在上海战役中牺牲的 七千六百余名解放军指战员中 职务最高的历史 胡继军经常拜访 曾与父亲并肩作战的老战友 从他们那里 了解父亲的战斗故事 他是岳浦中间战 能打岳浦的时候 这个团 现在建在的 唯一的一位老前辈 文杰的名字 永远活在我心中 想到你的爸爸 我就很激动 我不想到你的爸爸 我要把你的上海 完整的城市交往上来 他就是不顾自己的安慰 他不怕 所以他是实生光严伟大 终于在上海 为新中国的半生而冲锋陷阱 这是每一位解放军指战的人心底 最炙热的愿望 亲爱的父亲 您的血液虚躺在我的身体里 您是靠山 是肩膀 是大树 是梯子 是我重要的人生领路人 胡文杰深深影响了 这个从未谋面的儿子 也曾经深深影响过自己身边的人 八十三年前 刚入伍的李红 曾短暂地当过胡文杰的勤务员 后来因为胡文杰调任 两人分开了 短短几个月的接触 胡文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哎呦 哎呀 李叔叔 哎呀 好几年没见了 身体好吗 好的 好的 因为我一直九十六了 九十六 九十六 我认识你爸爸的时候 我就十三岁 你爸爸就是在一线智慧 嗯 是 嗯 哪里大的厉害 他就在哪里 英勇奋斗 嗯 不怕牺牲 嗯 他从来不打荒头仗 嗯 李红一直牵挂着胡文杰 全国解放后 他曾专门前往上海 寻找胡文杰 全国解放以后 我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上海了 嗯 告诉我啊 他是胡政委 他上海就是犧牲了 嗯 还有我大哭一场 阳光刚刚走上打击的时候 书馆开始出来了 嗯 太可惜了 嗯 太可惜了 胡文杰烈士的骨灰 安放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 胡继军喜欢到这里来 待妈妈送一束花 也放上自己的心里花 亲爱的父亲 妈妈身体还好 他已经一百零四岁了 头脑清楚 思维敏捷 妈妈一直惦记着你 今年 哥哥七十八岁 我七十五岁 我们身体都很好 您放心吧 在解放上海战役中 共有七千六百一十三名 解放军职战员牺牲 他们用生命换来上海的解放 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吴文杰当年率领的二五九团 现在是驻米灯的谋害防部队 和武军职战员牺牲 和武林公家的关闲 最大的攻击 侦族 再次发挥 变成海战役和天鹏 一切的分别 黑灵这是军犁 我曾过过 满年最汹涌的河流 永世牺牲在 比达彼岸的时候 他们牺牲在黎明 曾被幸福那么近 把光明和幸福 留给今天留给你